最新一期你好 星期六播出后 魏大勋在节目中的一个行为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大家玩321 看这边游戏时 李雪芹和王赫帝一组 他们对战的是杨子和邓维组 作为游戏老手 王赫帝赢邓维很轻松 按照游戏规则 王赫帝赢了 李雪芹就要尽快拿起一杯水 泼向邓维 只是这期节目 李雪芹泼水的时候 不仅动作慢 就连泼水的角度也不对 可以很明显看到 李雪芹不敢把水泼向邓维的脸上 他每次泼水都是向下 王赫帝看到李雪芹的动作 有点不满意 所以在这个游戏结束后 王赫帝又提议 让他和李雪芹 魏大勋 请小贤再玩一轮 给嘉宾看看 这个游戏到底该怎么样泼水 游戏进行得很激烈 王赫帝也一点不留情 一杯杯水 狠狠地泼到了秦霄贤脸上 在游戏最后一轮 秦霄贤又输了 这个时候 秦霄贤正低头准备躲过王赫帝的攻击 让秦霄贤没想到的是 王赫帝突然拍了一下他 然后把一杯水泼到自己脸上 秦霄贤看到王赫帝这么做 忍不住笑了 王赫帝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不忍心 因为他已经泼了秦霄贤四杯水了 王赫帝这么做了 一旁的魏大勋也跟着做了 一杯水泼到自己脸上后 魏大勋赶忙拍了一下李雪芹的肩膀 虽然节目并没播出 当时他俩说什么了 但从前后的过程能判断出 魏大勋应该是在询问李雪芹 有没有事情 通过李雪芹的口型也能看出 李雪芹当时说了没有事 魏大勋的这个行为 不光李雪芹看到了 眼尖的何炯也看到了整个过程 于是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魏大勋听何炯说完话 然后一脸无辜的问何炯 难道这不是规矩吗 魏大勋这个问题 如果是长相思中的张婉毅 邓维来问那还可以理解 但魏大勋这么说 大家一下就能看出 他是在装糊涂 魏大勋出演了很多次你好 星期六 他对各种游戏规则已经很熟悉了 细品一下 魏大勋装糊涂 应该是因为他不好意思了 因为就在刚结束的游戏中 魏大勋曾一杯水 狠狠地泼到了李雪芹的脸上 所以他才会在最后往自己脸上泼水 这也算是给李雪芹道歉了 这期节目播出后 很多人都在网上夸赞魏大勋 称他的表现很野闷 更有意思的是 有人翻出这期节目录制的时间 说此时的魏大勋还没火 所以受惩罚的还是他 其实这点惩罚对于魏大勋来说 并不算什么 要知道魏大勋出演节目 他的节目定位和杨迪在节目中的定位 都是差不多的 看过很多魏大勋出演的综艺节目 很喜欢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魏大勋玩游戏能放得开 综艺感也很强 说话 玩游戏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本以为魏大勋会靠着综艺节目火起来 没想到最后 他居然靠着孟宴城这个角色火了 只能说魏大勋火是正常的 这都是他自己努力付出换回来的 大家说呢 大家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